这哥们让他先站着 一会儿完了事 咱说这哥们是干嘛的 我们今天讲的是说贼 贼自古就分为两类 有两类贼 一种是土贼 一种是雅贼 这土贼过去老说的一个词 就叫小偷 这就是土贼 雅贼是说什么呢 过去孔一级说过 窃书不算偷 这雅贼偷书的都算 但我们今儿先说的这雅贼 是个大雅贼 雅贼肯定不干那偷鸡摸狗的事 干的都是那个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的事 主要是偷的对象 他偷的什么东西 这东西的价值特别大 我们下面说的这雅贼呢 叫萧元 生于1957年 活到今天60岁 可惜他没活到今天 他出事以后 很快就走了 他反正也心里干净了 我们先说他的履历 1987年 他是武汉大学哲学系毕业 你一听哲学系毕业 偷东西 地乌人呐 毕业以后呢 就88年啊 就去到了湖南人民出版社 政治理论研究室 最后当上一副主任 后来呢又去了文艺出版社 文艺出版社 当了小说史的副主任 后来又当上主任 对文学酷哀 可是他去搞文学这会儿 正好是80年代末 90年代初 整赶上文学 开始走下坡的时候 我就是那时候 离开的出版社 我离开出版社 还就有人去了 就叫飞蛾扑火 得有这精神 建国以来啊 这文学也是有周期的 比如五六十年代 当时文学非常红火 新中国嘛 也写了很多著名的小说 那个小说影响不止一代人 至少影响两代人 比如我们出版社出的 三红一创 红年红日 红旗浦 创业史 70年代末 80年代初改革开放 这时候文学一下就蓬勃发展 这十年啊 从70年代末期 到80年代末期 这十年呢 是文学大发展的时期 今天中国 基本上著名的作家 都是那个时期出来的 我就是在那个时期 去当编辑的 那么到了80年代末啊 影视开始抬头 商业开始抬头 这文学呢 就开始逐渐逐渐的衰落 就正好是这个时期 这萧元呢 就开始进入了文学界 那进入了文学界呢 那时候王硕啊 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正火着呢 这个萧元就出书呢 就把这个 就把这个 烧带着把北京人都骂了 他叫丑陋的北京人 啊 一破折号 王硕再批判 直接盯着王硕就去了 啊 萧元这么一说 丑陋的北京人呢 我就算北京人了 所以我只好告诉你 这萧元是湖南人 啊 我一开始没说 他是湖南人吧 尽管他分在了湖南啊 这个出版社 但是我没说他是湖南人 萧元的这本书呢 就对着王硕就去了 他大张旗鼓表明他的态度 他就说这文学开始堕落呀 文学堕落的责任是谁呢 就是王硕啊 就说他就是一经由的 因为王硕当时说话 你们没看他小说不要紧啊 你们看看编辑部的故事 那就是他的风格啊 说他是一经由的 南听的话叫城市老鼠 过去说精由的喂嘴子 宝定府的狗腿子 这都本身都带有贬义了 但是要说城市老鼠 基本上就是骂人了 直接就开骂了 那么这个萧元呢 就说王硕的这种语言表达形式 和他的思维方法 把中国文学彻底给带坏了 他说这些人呢 都是寄生在社会底层的边缘人 是边缘人 他说这些人呢 就是说好听点叫帮贤文人 说不好听的就是把理想和神圣 给我颠覆了 让人变得非常实际 当时他是你听了这话啊 这萧元还是非常有理想的一个人物 相对于美术界啊 文学界呢 他是比较早的与这个影视和市场就接轨了 文学界接轨最早 为什么电视出来 电视这个东西呢 对文学的需求比较单一啊 比较简单啊 所以当时的文学 很多写文学的人 最初是看不起电视剧的 后来因为电视剧很火呀 大家就扑到电视剧上去了 比如渴望以后啊 就有了编辑部的故事 有了海马歌舞厅 有了等等我爱我家 等等这种通俗的电视剧 那么这个萧元呢 常年的旗帜鲜明的就批判文学的世俗化啊 欲望化 说你这人强调太强调人的欲望了 觉得文学呢 已经放弃了他的最本质的东西 这本质的东西叫什么呢 叫意义和价值 他认为文学已经完全失重了 飘了 那么他说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影视界的这种钱的诱惑啊 比如多给钱搞费高嘛 和影视界的这种时髦呢 把这个历史都给侮辱了啊 说这个影视界这东西不好 他瞧不起文学向影视界靠拢的这种潮流 就自称自己呢很愚妇 看不上这个啊 他认为啊 影视牵扯最深的就是历史文学 我们看到很多历史剧被改的 面目全非啊 都是这种穿帮历史 他说那能证明什么呢 能证明这个金钱的力量 就得钱把人把文学都引到邪道上去了 萧元认为啊 把历史当成一个消费品呢 是他不可以容忍的 他的态度就激进的要死 说作品一旦被影视公司买断啊 似乎好像就成了文学成功的标志 和文学成就的证明 于是啊 他说的很刻薄 说于是这些人呢 就谈贯相庆 奔走相告 激动不已 说一口谈上不来就昏厥过去 分明就是犯尽重举嘛 那你看这人还是很清高的啊 说你说这么清高的一个人 这么有理想有道义的人 他就怎么叫堕落了呢 那这个人是要变的 这是他前期的思想 这个人很有意思啊 我看他后来做的事 我觉得他前半生是讽刺自个儿的后半生 这人有意思 他前半生说的那个话 绝妙的讽刺了他后半生自个儿做的这件事 你说这有意思吗 这有意思吗 有意思吗 特别有意思 这萧元被抓以后这么说 他说可能几万块钱 几十万块钱摆在我跟前对我没什么诱惑力 但是如果几百万 甚至几千万这么大的数字 我就没法控制我自己 就没法抵挡他的诱惑 这让我想起一次啊 这个钱呢 是两种表达方式 一种表达方式呢 是现金 一种表达方式呢 是数字 我们在过去买东西的时候 碰见过这种问题 比如啊 我们想买一件东西 说哎呀我这个就五万块钱了 说您这卖不卖 说不卖 死活都不卖 但是如果你从书包里 把这五万块钱掏出来啊 那时候都是十块钱一张的啊 没有一百块钱一张 那一大堆往那一放 还是五块钱 他就卖了 为什么呢 这现金是有压力的 他看见这一大堆啊 和你听见那数字是两种感觉 所以这萧元刚才说的那个话 就真的没说错 如果大面积的现金搁在这儿 他一下就没法控制自己 没法抵挡这种诱惑 你自己想啊 他一开始啊 他批判这个批判那个 他实际上都是一种忌妒 他没钱呀 后来哲学搞不了了 不搞了 搞文学 这文学就向钱靠拢一步 是吧 搞哲学的一辈子注定没钱 到文学这儿就有可能挨着钱 后来这文学不搞了 那搞美术啊 你知道一搞美术 离钱就更近了 他就2003年就调到了广州美术学院的图书馆 做了馆长 他有点学术成就啊 根据他自己的供述啊 他偷盗行为 就偷盗这些画啊 是起于2004年3月 你就换句话说 他进到了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以后啊 一年时间之内 把这情况都摸清楚 他就开始动手了 萧元说啊 他自个儿的这个偷盗行为呢 是2004年3月就开始了 止于2006年 他那意思他就偷了两年啊 抓住说是什么 2014年啊 他偷了整整十年 那么他偷盗的这些画 都去了哪了呢 他大部分都去了拍卖行 也没有人告发 也没有案发 没人知道 后来去拍卖行 每一件都去查 非常的 就是困难啊 那么萧元都偷了什么呢 他主要就是偷画 因为广州美术学院的图书馆里 有大量的收藏的画 过去啊 这个 教学的地方 就是美院 图书馆都有收藏 中国不是光博物馆有收藏 图书馆 这个美术学院都有收藏 每个高等学校都有收藏 尤其美术学院 因为美术学院 他当时买这些东西啊 那时候没钱啊 很便宜 就是为了教学等有教材啊 他偷的有什么呢 有潘天寿啊 潘天寿的英雄独立 把打山人 大家都很明白啊 把打山人什么成就啊 湖山双鸟图啊 按照萧元自己说啊 这幅画是赝品啊 不是真迹啊 还偷了很多什么 齐白石张的签 前前后后偷了一百多张 你说他怎么偷啊 人家说这张画没那么容易偷啊 他就有办法 这图书馆得放假呀 你知道咱这图书馆 都奇怪 这图书馆学校的图书馆 一到周末啊 周六周日都放假 一放假呢 这萧元就用自个儿的钥匙 直接就进了画库了 选择字画带回家 他据他自个儿说 他能临摹 但是这个法院并没有去核实啊 我认为他不能临摹 他是找人 你给我临摹一张 临摹完了以后呢 把假画放回原处 把真画就留下了 他前前后弄了一百四十多幅 一百四十多幅很多啊 你要是算起来 就是每个星期偷一幅 熟悉他的人就说啊 这个萧元最喜欢的就是张大谦 说他是喜欢张大谦 说他自个儿也能临摹 这个他能不能临摹 我们不清楚啊 我想一个画家 想临摹很多人的画是很难的 除非你有非凡的能力 你可以找人啊 这个画家很容易找到 你说临摹 对于画家来说呢 不是很难的一件事啊 临摹一张画 那么这萧元就自个儿说 说给自个儿摘啊 就说他当馆长之前呢 之后啊 这个类似调包的行为 从未停止过 什么意思呢 他说不是他调包 他前面那馆长就调包 后面还有人调包 那么侦察员拿这个画给他看呢 他发现他说我自个儿 那个画又被别人给调包了啊 这都不是真的假的 你闹不清楚 那么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呢 它是个制度问题 制度混乱 首先是我们这些啊 准博物馆单位 就是不是博物馆的单位呢 他都没有档案 档案都混乱 过去我看过一些这些文物单位的档案 就是拿一个破笔记本 就拿钢笔记着 任意涂抹 也没有照片 东西丢了说不清楚 比如说王石谷山水大轴 什么叫山水大轴啊 就一张大画 有多大连个尺寸都不标上去 那你怎么去 出了问题你怎么去核对啊 按理说 这些机构都应该有公开的档案 就是我有多少收藏品 在网上都可以查到 比如广州美术学院有多少 那上面你随便一搜 全能看到 你如果能看到 他就很难去偷 对吧 第二呢 是制度问题 制度问题我们都知道 现在基本上都是人质 虽然说进去要有三把钥匙 但架不住三把钥匙 都是他一个人拿着 我们现在啊 这个好的库房 至少要两个人同时进 最好的库房呢 是两个人得在 拉开够不着的距离里 同时开锁 一个人你拿着两把钥匙 你够不着啊 你臂展你不够这个长度 你打不开 比如这两个锁眼之间间隔三米 那你现在臂展再大的啊 你像这个姚明 我估计臂展就两米多 他插不进去 他不可能同时拧开 所以把钥匙插进去 两个人喊一二三八大就开开了 你想开开一个再去开一个 是开不开的 现在这是比较现代化的设备 过去没有啊 过去就是三把锁 我记得那个这个这个门上 光光光三把锁 几个人到那巴巴巴巴 一人拿一个开开 那如果你自个儿这个拿三个钥匙呢 无非就是开得慢一点 就开开了 其实我们国内制图都差不多 关键就在于执行 那你这个东西完了以后去哪的呢 他偷完东西都去拍卖行卖了 卖了以后呢 那是因为他怎么案发呢 是因为上面有的有章啊 有章 这个章呢 上面写着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 那一看说这图书馆东西 怎么会在拍卖会上卖啊 这才出了问题 偷到的东西啊 我们说一个途径啊 这个东西为什么现在找不回来 是因为已经被卖掉了 卖到谁手里呢 有的是知道 有的还不知道 谁买走的可能转手多少次 因为公开的是拍卖 私下的是买卖 所以有时候转几次手就找不着了 那么国外他有很好的制度 你比如我在这个美国的时候啊 我在一个古董商那待着 就看着他那个传真机 就传出一张纸来 上面有一个瓶子 那就问他怎么回事 他说是某某某博物馆丢了一个东西 现在这是这个警署 向所有的古董商 以及拍卖房发通知 发完通知以后 你再买这东西就视为违法 那我说如果没看到这个 这件东西呢 他说没看见东西是你的事 你没看到就跟法律似的 你不知法条你也不能犯罪 国外的这些专业部门呢 相对来说都比较注意这个事啊 你比如说你上面写着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盖着章 我一检查这块这块我就不敢卖 我马上就要找广州这个美术学院去核实去 我们这些拍卖行就是为了赚钱不核实这些事 那么这个在国外啊 艺术品丢失以后 如果你拍卖行再卖了 那你肯定要承担这个责任 我们现在是这样啊 我去拍卖行去买这些东西我是不知道 所以你没有问题 只要你是在拍卖行 正常的举牌 正常的交费 正常的这个 这个这个取走 你都没有问题 那拍卖行有问题 拍卖行 是使这件东西由非法转为合法的时候 完成的这个环节 谁完成这个环节 谁承担责任 这个最最轻的责任 就是你把钱损失了 比如这张画卖一百万 那你那拍卖行就得赔一百万 肖元啊 这个画一共卖了多少钱呢 尤恩卡查的三千多万 就是他在各个拍卖行能查出来的 他卖了三千多万 剩下那些画一平估好几千万 其中有一张八大山人的画 估价就几千万 我们知道啊 现在的这些画 尤其这些名画价钱呢 一天一个价钱 过去说一张画上百万都不得了的事 现在一张画上千万都是很平常 上亿也不是什么碰不见的事 这样重要的一批画啊 一百四十多幅啊 最早的可能都是明代的 八大山人啊 清代的正板桥 还有张大前七百师这种最大名头 这一百四十多张画 今天的损失那肯定上亿 上亿上几个亿都是可能的 万幸啊 就抓着他说 手头还有几张不错的画 保留下来了 那现在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呢 就很沮丧嘛 沮丧呢 就发新闻 就说希望呢 所有买到画的人 或者谁拥有这种画的人呢 释放出极大的善意 啥意思啊 就是让你能不能捐了 捐回来 说我们这个损失惨重 现在要是要不回来了 追也是追不回来了 这个你们 甭管这谁拿到这画 你能不能高风亮节 给我们捐回来 你们觉得这事有多的可能 没多的可能 因为这些人跟你之间 没有必然的关系 除非将来啊 你们美术学院培养的学生里 出了一个世界级的富翁 不在乎钱 选榜 说凡是这个名单里的话 我不惜代价买回来 捐给我的母校 你要能撞上这么一富豪 我估计这事可能 你撞不上 这些绘画有可能终身回不来了 那你们就要付出这个代价 就要承担这个错误 这就是一个管理的失误 这种管理的失误造成的恶果 我觉得今天啊 肯定不是孤立 不可能就这一个 我们这些啊 艺术院校 本身就不擅长管理 它不像博物馆 博物馆有严格的制度 但是博物馆也会出事 相对来说 要比这种准博物馆呢 要好一些 我们刚才讲的呢 这是个雅贼 那我们碰见这土贼呢 土贼我告诉你啊 这些年土贼越来越少 为什么越来越少呢 是因为防盗手段越来越高 土贼都不成了 你想过去有一个 说起来是一个陈年旧案 这案子过去都三十年了啊 当时呢 有一个人 这人叫王庚蒂 这王庚蒂 叫陕西人 他在临通火车站吃饭的时候呢 几个人就说 哎呦那时候你想三十年前都穷啊 都说用什么办法挣点钱呢 说贩卖文物 那时候的文物啊 都肯定流向海外 国内没有人买 八十年代你放心 那所有的文物都是想尽一切办法 弄到国外去卖 那么他说那弄什么呢 说咱这陕西啊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咱靠陕西 咱就弄这兵马俑 兵马俑 你知道那兵马俑个大 你知道吗 个大那怎么弄啊 一个兵马俑都跟真人大小似的 你弄一马跟真马大小似的 你怎么给他运走 很难 那怎么办呢 就专门找那值钱的 一下就盯住了那个 秦勇的一个头 将军头 找那将军头 士兵头不值钱 然后他听说以后呢 他们就准备盗窃 这一下就传了一拨人 这一拨人呢 就是趁着风高月黑之夜 其实带着作案工具 那作案工具说起来很丢人 谁家里都有 螺丝刀一把 直接就翻到了秦明博物馆院内 窜入考古队 那考古队过去说 溜门撬锁 你知道过去那锁 比现在这锁好翘啊 现在都是锁都做得比较结实 过去那锁就是一扣掉 上面挂一挂锁 拿着改锥插进去 一别就下来 所以这帮人就进去呢 找到了秦最高等级的 这个将军有 将军头啊 弄了一个 这一个没多大吗 就这么大 一爆跑出来了 你知道这东西啊 国家一级文物 一级甲等 我们一级文物里分甲一柄 还分三等的 拿出来以后藏哪的呢 藏在林通火车站旁边的 一树林里 往那一藏 稍微拿草盖一盖 就看不见了 当天晚上呢 这王庚帝呢 又想说 这我这把这将军头 费劲巴拉的弄出来了 我搁在那草壳里 万一 巧了 被人给弄走了 我这不是瞎了吗 又去转移 把这东西抱着 又找了一仓库 一空房子 搁到里头 搁那个空房子里呢 没人看着呢 也还是嘀咕 心里嘀咕 这东西啊 一旦成为自个儿的了 就开始珍重 又转移到另外一个 犯罪嫌疑人的 这个宿舍里藏着 开始找人卖 你知道那时候啊 他没那么好卖 为什么 第一 你信息不能公开 也没有网络 他不像你现在有网络 网络你也不能公开 你在网上上网 说我偷一将军头 我现在要卖 那警察先来了 对吧 所以呢 卖了好几个月啊 然后呢 就到处找人 就到处找人 因为那时候呢 已经开始有那种 复制品 因为这个 秦兵马俑的这种 灰陶并不难烧制 你现在 这个 有丰富经验的人 你新烧的和旧的一眼 就看出来 但是没有经验的人 那一看都差不多 不都是一挥桃吗 当时文物复制 做的很多 靠那个赚取外汇呢 所以当时 他们很多人呢 就要对这个东西 辨识到底真的假的 谁知道你真的假的 因为人家不知道 你是偷出来的 所以 他们就开始就想 这东西到底卖多少钱 一开始就说 先卖五万块就行了 后来又开始找人 来回折腾来折腾去 就一间一间的找 时间越来越长 这就夏天就到了 就这东西就有五万块 最后卖的三十万 这卖的三十万呢 就是因为这个 他们在卖卖当中啊 这消息一定走漏出去 公安机关就 截获了这个消息 其实有没有三十万 都另说 就是拿这钱 跟他诱惑他 最后使他们 全部出 这个出动嘛 一出动 把人脏 拒货 一下人给逮着了 你知道啊 刚才说的那个 消员 他的罪名可不叫盗窃 你别看他盗窃了 一百四十多幅 这个国家的绘画 他的名字 罪名叫贪污 因为那东西是公家的 你是公家的人 利用职务之便 没有流门窍所 方法不同 所以你叫贪污 但这几个贼 可叫盗窃 他就是个土贼嘛 所以他叫盗窃 盗窃和贪污 这个罪名不一样 西安 这个中级人民法院 就开始以盗窃罪 就判处这王耕利死刑 其他的一共同案 大概有六个人 有判两年到无期不等的 剩下每个人都判了 那判他死刑 你知道啊 我们今天啊 偷这文物啊 没有死罪了 原来都有死罪 走私文物啊 有死罪 盗掘 这个 古墓 所谓的盗墓 有死罪 盗窃 重大文物啊 珍贵文物 有死罪 但是 2011年 全国人大 表决通过了 刑法修正案 就把这些罪名中的死罪 全取消了 就是换句话说 今天那王耕利能保命 死不了 最多就是一无期 我们啊 有很多电影啊 都特别爱渲染 这个博物馆的盗窃 过去看过的电影 有什么呀 周润发张国荣 演的那个叫什么呀 纵横四海 是吧 把这个油画都倒走了 好莱坞的大片叫什么呀 叫偷天陷阱 这些电影呢 它极力渲染 就是咱们去偷博物馆 我们过去讲过啊 都都在过去讲过 这个偷博物馆的事 那么今天的博物馆啊 跟过去博物馆一样 博物馆自打有那天起 防盗是第一大问题 我怎么能让你不偷了 过去的防盗都比较简单 就是加强防盗措施 比如安一铁窗 锁弄结实点啊 就是无非就是这样 后来出有了触发性的啊 比如触发性的灵啊 你一碰啊 灵声大作 其实那灵声不是报警 是吓唬贼的 把贼吓唬走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博物馆的盗窃呢 它其实是两类 一类呢是外道 外面的人进来了 一类是内道 过去博物馆一发生案子 一定是外道 外道呢也有两种 一种就是破门破窗 找你的漏洞 侵入你的博物馆 另一类呢 是想办法潜伏在博物馆里 不出去 前几年故宫的那个盗保案 就是这样 人没出去嘛 在里头 过去啊 大概是在二十多年前 南方有一路贼啊 偷了一路 就是在博物馆里 临关门前进去参观 参观的时候进去 七不个人 然后其中有一个人呢 在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 比如厕所或什么地方 待着 然后这些人走了以后呢 这人在里头偷一宿 把东西都准备好了 第二天一开门 这帮人哗啦又进来 迎他啊 迎他 因为你博物馆一进来这么多人 你进来六个人出去 七个人根本看不出来 就这么去偷啊 这种事呢 发生过很多起案子 后来就对这事很警觉 这种贼 头天晚上啊 在博物馆里偷呢 都是轻手轻脚 不破坏 想尽一切办法 把东西拿走 比如这有三件瓷器 我拿走一件 把那件往这边一挪 你猛一看 还有两件呢 所以很可怕 那个案子 那种案子当时 这个 这个 出现了很多 后来就对这个事 非常警觉 但这依然是外道 现在不同了 这些年 所有的博物馆发生问题 都是内道 自己人 自己人知道漏洞在哪 那么随着我们今天的科学技术啊 包括这个网络技术 包括视频技术啊 这个 再加上 其他非电脑型的控制呢 今天的这个博物馆的盗窃案呢 就以我知道 这些年啊 几乎没有 就是这种 没有被发掘的盗窃案 那么 要不然就是 国外出现的那种 以速度 跟你拼速度 就是在你到达之前 他已经拿着东西跑了 就是那种 半名抢的状态 从理论上讲 现在的这种 防盗的这个 办法是 破解不了的 你知道你看吗 那个电影上啊 电影那盗贼都是 拿个眼镜一看 然后各种红线 擦着擦着全照着 对吧 现在没那东西 你触动那个红线 不就报警吗 现在不是这么个状态了 原理完全变了 当年啊 洛阳博馆丢的那一批官窑 从故宫博物院借去那官窑 就是那大盗 就发现这红外的弱点了 红外 现在报警的弱点是什么 他怕红布 红布他不反应 所以他就从房梁上爬过去 把12个摄像头 拿红布挨个啊 上面割一块红布 拿个夹子一夹 割一块红布 拿个夹子一夹 所以都不报警了 偷了一宿 把东西偷得干干净净 今天肯定不行 为什么不行啊 因为今天呢 我告诉你啊 简单的方法 最简单的一层保护叫比对 博物馆的这个监控系统 一上监控指令 这个屋子里出现任何一个东西 它都会报警 只要在这个摄像范围之内的 不要说这个出现一个人 你多一个手机 比如有一个客人手机蜡子里头 那手机就会不停地闪烁 因为这个东西是多出来的 所以这种监控技术呢 已经做了 从理论上不能破解 唯一可能破解的呢 就是黑客侵入电脑 改他的程序 比如他的程序不报警 其实实际上已经出了问题 还有现在最智能化的 监狱里经常用智能化的摄像 就是超过一定体量 比如你涉及到40公斤 我觉得一个成人 怎么也得有40公斤 是吧 40公斤体量的人 东西的 就是有生命的物体 只要移动 他摄像头立刻就跟着你 不停地拍照 就肯定就你跑不掉